欢迎大家来到人在加拿大 今天和大家说说如何给蝴蝶兰换盆 首先说为什么要给蝴蝶兰换盆 我们从外面花店或者苗圃里面买回来的蝴蝶兰 大伙可以看到非常的鲜艳 这么多花苞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这拨花开完了之后这蝴蝶兰就死掉了 所以有人就把蝴蝶兰当成一次性开花植物来养了 每年我都买几盆买完了就扔 为什么呢 我养不活 为什么养不活 有很多原因 首先一个蝴蝶兰它是兰花科的一种 所以浇水是很有学问的 一般来说开花的时候我们不给它施肥 浇水的时候我们也很少浇的满满的 把它根都泡烂了 它是肉质根 所以我们一般用喷壶啪啪啪喷一下就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你从花店里面买回来的蝴蝶兰 一般来说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就埋着它这个 它不是土啊 大家看到了吗 我这颗蝴蝶兰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买回来以后出现问题了 它已经黄掉了 发现了吗 这叶子 为什么呢 它里面这些呀是水苔 这个东西啊 它吸水性非常的强 吸水性很强 你浇一点水它能存好几天 所以会把里面的根啊 基本就泡烂了 所以一般来说 我买回来之后就要给它换盆 换不仅换盆 我还要给它换里面的我们说机制 把里面的类似土的这种东西换掉 换掉它换成什么呢 就是这种兰花专用的 它实际上是木屑 看到了吗 木屑加上一些个 应该是火山岩呢 什么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木屑呢 吸水性没有海绵那么强 而且也有保水的作用 所以非常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里边的这些水苔 全得扒出来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这种水苔 我们呢 先把它扒出来 还挺紧 你发现了吗 非常紧 密不透气 你说它花怎么能长呢 哎哟天哪 全都是这种东西 像海绵一样 全把它撕出来 全把它撕开 你看了吗 全是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有的根 基本上已经烂掉了 你看这个 这个根已经被烂掉了 就打断骨头连着筋 就是这种道理 把它全部的扒开 有人朋友说这是什么 这是气生根 后边我们详细再说 气生根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水苔 这些水苔 全都扒掉之后呢 我们看一看这些根 哪些根已经不好了 像这些烂的根 我们都要把它剪掉 你看了吗 这里边的根基本上 肉质根都已经烂掉 一手用手一剥了 全都烂了 下来了 就剩点里边的这种 净了 这基本上 再不处理 所以这块块就要 game over 所以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烂的根剪掉 看这个 烂到这里边的刀 修剪完了之后呢 我们用圆盆看一看 如果基本上 能放进去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圆盆 如果特别大的根系 长得非常好 你就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换的时候啊 尽量用这种透明的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盆 吸收光线比较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外边 从苗圃当中 你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给你带着外边 那个装饰的盆 尤其是那个陶瓷盆 那又是不遮光的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大家看到这个了 我抛弃了那个塑料盆 我直接用这么一个玻璃瓶 但是它底下是不透水的 那说我浇多了 水怎么办呢 首先一个啊 浇水的时候呢 浇完了之后 你发现有存水 因为玻璃瓶透明嘛 你就把它倒掉就行了 再有一个呢 我少了一个小花杖 我在下边啊 垫了这种逃力的球 上面才是这个木屑 这是兰花专用的机制 所以呢 我垫了一块 有水的话 即使你不小心注意 它会在这底下出现 不会泡到根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 你发现今天早上我浇的水啊 水比较多 一会儿把它倒掉就OK了 那怎么样呢 这个已经有一个月了 这一支是第三次开花的 这已经买了两年了 一年一年 这是第三次开花的 本来我想开完花之后 把它剪掉 然后再生的 结果发现 它又窜出一个花键来 还有很好的花包 那就留着它吧 等它这个再开完了 我再把它剪掉 到时候再跟大家说一说 怎么再繁殖 蝴蝶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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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